Hello,大家好,我是 Elsie 欢迎来到今天的Grammar Review 今天的Grammar Review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法概念叫做转折词 英文当中的八大词类呢,并没有这一类 转折词呢,多半指的是 两个句子中间会放一些单字跟片语 来达到语气上面的转折 而转折词如果要用文法来定义的话呢 各位同学经常会在文法术当中看到有一种词叫做准连接词 准连接词的意思就是表示它很像连接词 但实际上并不是 文法术当中会说它们都是副词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这些词的时候啊 要请你特别注意它的标点符号 如果摆在一个句子的中间 那么要请你前面加上分号 或者是在句与句之间打上句点 我们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要学哪一些转折词吧 首先开头就给你了一个定义 所谓的转折词是写作修辞学上的术语 来表示句子之间的转折或变化 让前后文通顺 我们这边呢有两个例句 我们来读读看第一个 Susan felt ill this morning However she still went to school 今天早上Susan觉得不舒服 然而她还是去上学 在这边提醒各位同学 你们会发现啊 这里的however拿来当作语气的转折 however因为是个副词 它并不具有连接词的功能 所以在前面是不可以打斗点的 你会发现在however的前方放的是分号 而分号后面的however的h是小写 也因为however这个字是副词 所以在后面打上一个斗点 才可以接出接下来的句子 所以呢这就是转折词的基本用法 那么再往下继续看咯 下面说啊转折词实际上都是副词 多半呢可以放在句首 偶尔也可以放在句中跟句尾 讲到这里呢我们不妨看一下刚刚的例句 今天早上Susan觉得不舒服 然而她还是去上学 这句话中的however可以用三种不同的位置 第一种就是如同杂志当中所说的 Susan felt ill this morning However she still went to school 这是最常见的写法 而第二种是把however放到she跟still的中间 这个时候啊句子就会变成 Susan felt ill this morning She however still went to school 这时候的however就放在句子的中间了 当然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把however放到句子的最后面 所以你也可以说 Susan felt ill this morning She still went to school however 所以啊 借着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知道 转折词大多数都可以放在一个句子的开头 句中或者是句尾 下面呢要提醒各位同学 在所谓的转折词的前面跟后方 有一些标点符号上要多注意 因为它并不是连接词 只是个副词 所以刚才就已经提醒过各位同学了 前面要放上分号或者是放上句点 比如说杂志当中的例句 Henry is the best athlete in school Moreover he's the top student in his class Henry是校内最棒的运动员 此外他也是班上第一名的学生 你会发现呢这个例句当中 moreover的前方打的是句点 因为啊moreover它不能够连接两个句子 所以前面的句子句尾需要用上句点哦 而放了句点之后啊 后方的moreover的am就要改成大写 当然moreover的后方还是一样 要请你打上斗点 这些是转折词在标点符号上面 需要注意的地方 而下面呢要来看看转折词的分类 跟它的用法 第一种分类法是 这些转折词呢可以分成单字跟片语两大类 单字就是表示这些转折词是一个字 例如thus,besides,nevertheless这些字 片语呢则是像above all,in fact,for example,as a result等等 这样的分法呢 大家有一个基本概念就可以了 真正需要记得是下方所帮你做的整理 杂志当中就为各位同学整理出来 参考的转折词可以分成九大类这么多哦 再来还有even more even more这个片语呢有两个含义 它可以指的是更好的事 也可以指更坏的事 而这个片语的意思啊 要根据上下文来决定哦 再来我们还看到了 even better就是更好的意思 当然同学们可以举一反二 更糟的就是even worse 我们来读读看例句咯 Andrea studies very hard after school In addition,she helps her parents with the housework 放学后呢 Andrea用功念书 此外她还帮父母做家事 这里的in addition也可以换成additionally besides或者是furthermore 或者是more over等等 下面一个例句说 Tim got a gift from his friend for his birthday Even better, it was the toy that he had always wanted Tim从朋友那里收到一份生日礼物 更棒的是啊 这份礼物是他梦寐以求的玩具 相反的,如果现在前一个句子讲的是坏事 后面要接上更不好的事 那我们就要用even worse 再来第二类我们要介绍的是转折词 跟相反相对有关的 多半表示句子前后面的意思是有落差的 比方说你前面要讲的是一件事情的好处 后面要提的是坏处 前面要讲的是一件事情可能有一些恶劣的条件 但后面却是提到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那么有这样子语气的转折词有哪一些呢 包括了however,然而,nevertheless,还是然而的意思哦 再来还有still,这个字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still当作副词,以前学的是仍然的意思 但是今天呢,在这边指的是然而 再来还有yet这个字 yet这个字当作副词的时候啊 它的意思跟but有点类似 但是but是连接词,而yet是副词 所以词性不一样,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了 那另外呢,表示相反的片语有 by contrast,相较之下 in comparison,比较之下,相比之下 on the other hand,是另外一方面来说 on the contrary,则是相反的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例句咯 例句第一个说啊 Our team lost the game still, it was a valuable experience that we learned a lot from 我们队输了比赛 然而,这是一次很宝贵的经验 我们受益良多 基本上呢,在高中英文当中 这个still就被认为是然而的意思 也就是可以代换成我们所熟悉的however 或者是杂志当中所写的nevertheless 类似的还有none the less 评法是n-o-n-e-t-h-e-l-e-s-s none the less 下面第三组要介绍给大家的转折词 是表示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很显然就是前面是原因 后面是结果 所以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字 跟因果关系有关系哦 第一个,therefore,因此 hence,这个字一样中文会翻成因此 但它的语气比therefore来得更加正式 下面还有as a result是结果 consequently跟inconsequence意思是相同的 一样指的是结果 accordingly这个字要特别提醒各位同学 accordingly指的一样是结果 再来thus还是带出结果 最后一个要提到的是otherwise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杂志当中的例句咯 the supermarket isn't very far from Paula's house therefore,she walks there instead of taking the bus 超市呢就在离Pola家不远处 因此她步行到那边 而飞大公车 超市并不远 因此Pola当然是选择走路去那边 这里的therefore就是因此 那么我们来动手做做看 今天下方的十个题目吧 这十个题目啊 要请各位同学 先读完句子之后 确定她的语气跟语意 再来选择答案会比较快哦 第一个题目说啊 Sarah was born without arms Sarah生下来就没有手臂 空格后面是 She's able to do most things for herself 她能自己做大部分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前后语意是有落差的 没有手却能够做大部分的事情 所以呢 你要选的是nevertheless 然而表示转折 第二题 Tom loves playing sports 空格之后 his sister has never even picked up a baseball bat Tom热爱运动 她的妹妹却甚至不曾拿过棒球球棒 所以呢 前后是很大的对比 要选的是by contrast 第三个 Troy does have some flaws 空格之后接的是 I love him more than anyone else Troy的确有一些缺点 缺陷 可是呢 我爱他却胜过任何人 所以一样哦 你会发现这里的语气有落差 前面不好 说他有缺点 但是后面是好事 所以呢 要选的是steal 然而这个字 第四题 I have to finish my homework tonight 空格之后接的是 I won't be able to hand it in on time 我今天晚上要把家庭作业写完 后面说 我没办法准时教 所以很显然的 前面是原因或条件 而后面是结果 后果 所以呢 我要选的是 otherwise 否则这个答案 如果没有赶快把它写完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准时教 第五题 Benjamin overslept this morning 空格之后接的是 He was late for school Benjamin今天早上睡过头了 因此他就上学迟到了 所以第五个题目呢 要选的是结果 as a result 而另外一个选项 at any rate 解释为 无论如何 再来第六题咯 Someone stole William's school bag 空格之后接的是 His wallet and cell phone were in it 有人偷了William的书包 而且让情况更糟的是啊 他的皮夹跟手机都在里头 所以状况是更加的严重 我们要选的是 even worse 而另一个选项 in brief叫做 简而言之 简单来说 再来第七题 George was caught cheating on the exam 空格之后接的是 He was expelled from school George考试被抓了 因为他作弊 然后呢 他被学校退学 前面是原因 后面是结果 所以要选的是 因此 therefore 这个字 再来第八题 Heather joined the volunteer program to help poor kids living in remote districts 空格之后接的是 she donated a portion of her savings to the program heather 加入了这个志工的计划 来帮助住在平远地区 贫困的小孩子 他捐出了他部分的存款 你会发现哦 前面做了一件好事 后面还做了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要选的是 此外 additionally 而选项 accordingly 刚刚有讲过 它指的是 因此 意思并不合 第九个 carry has gotten into the habit of eating when she's stressed 空格之后接的是 she's gained a bit of weight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carry有一个习惯 只要她压力大 就会吃东西 因此过去几个月 胖了一些 多吃当然会胖 所以呢 答案 要写表示 因此的 thus 最后第十题 the smiths moved away last week 空格之后接的是 their house is empty schmidt z家人呢 上周搬走了 因此他们的房子 就是空的了 人搬走 房子当然就空下来 所以答案 要填的是 能带出结果的 accordingly 以上呢 是我们转折词的介绍 希望各位同学 花一点时间 来把这些表示 而且 相对 跟英国的转折词 记起来咯 继续来看看 在英文文法当中 有哪一些转折词吧 刚刚我们介绍了 三大类 现在要继续来看看 其他的用法 那第四个 要来介绍的 转折词类 就是列举 列举就是呢 你在你的文章当中 要提到第一 第二 第三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 这一些转折词 杂志当中啊 告诉各位同学说 你可以用 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讲到这边呢 就要提醒各位咯 实际上啊 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这是比较正式的说法 现在的美语当中呢 都把字尾的ly 省掉 直接讲 first second third 就可以了 再往下看哦 next 代表的是下一个 afterward 指的是 事后 每诗英文通常不加s 不过在英诗英文当中呢 会在字尾加上s 变成afterwards then这个字呢 大家就非常熟悉了 表示然后 再来呢 我们还看到 meanwhile 这个字指的是同时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at the same time finally 表示最后的 lastly 跟我们刚才的 firstly 是相对的 lastly 指的是最后 下方 eventually 是最后的 last but not least 指的是一个 很重要的片语哦 意思是呢 事情摆在最后 但不是最不重要的 再来 for one thing for another 是一组片语 它指的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所以 for one thing 中文会翻 其一 for another 会翻其二 或是再则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例句吧 Noah has a couple of reasons why he likes jogging in the morning for one thing it is good exercise and helps him stay healthy Noah 喜欢早上的时候 慢跑 那是有几个原因的 一来 这是个很棒的运动 有助于他 保持身体健康 for another it helps him put his worries aside and relax 二来 可以帮助他将 烦恼 跑到一边去 然后放松一下 第二个例句说 Vincent thanked his mother father sister and last but not least his friends for helping him with his novel 这句话说呢 Vincent感谢他的妈妈 爸爸 还有他的妹妹 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一个讲 但不是最不重要的 就是他的朋友 他感谢以上这些人 帮他写小说 再来往下看到 第五组 要介绍的是 跟强调有关系的 这里的强调 就是要把前面的话 再一次的拿出来 重新说一遍 或者是 觉得前面讲的话 还不够强烈强调 想要再加强语气 再说一次 下面这些字啊 多半都是副词 比如说 basically 基本上的 indeed 的确 actually 实际上的 in fact 这个片语 大家非常熟悉 意思是 事实上 shorly 就是当然 as a matter of fact 一样是 事实上的意思 再来这个字 比较长哦 慢慢念哦 unquestionably 是毫无疑问的 above all 这个片语 则是非常重要 它照字面上来解释 叫做 在一切之上 言下之意 就是最重要的事 最后一个 most importantly 一样解释为 最重要的事 那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例句 第二个 Ryan wants to buy a new apartment and he has some particular demands it has to meet above all it must be located in a quiet neighborhood Ryan想要买一间 新公寓 他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新公寓是必须要符合的 最重要的是呢 房子必须位于 幽静的社区 above all 表示最重要的是 前面说了一些要求 但其中 有一条最重要 所以用above all 来带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接下来呢 第六组 介绍的是 阐释 阐释就是换句话说的意思 你可以用namely 或者是in other words 或者是讲 that is to say 唯一一个要提醒的是 that is to say to say是可以省略的 直接说that is 就可以了 不过要提醒各位同学 千万不要将 that is to say 说成this is to say 不要改字哦 那我们来 读读看下方的例句吧 第一个例句说 there is a note on Sam's door that says do not disturb in other words Sam would like to be left alone for a while Sam的门 上呢 有张纸条写说 不要打扰 换言之 他想要独处一阵子 再来我们看到 第七组 表示的是结论 这些结论相关的片语 或者是单字 用在写作文的时候 非常好用 尤其是你写到了 文章的最后面 要做总结的时候 可以用到它们 in short 叫简而言之 in brief 也是简而言之的意思 in a word 叫做一言一闭之 to be brief 是简单来说 to sum up 是总结 in summary 还是总结的意思 那么我们来看看 下面 今天的例句有什么吧 Mr. Lee is kind honest and compassionate in short he is a man of fine character 李先生 既善良又诚实 而且又有同情心 简而言之 他是一个品性良好的人 简而言之 in short 再来第八组 表示的是概述 概述 多半用在文章的一开头 当你要描写一个 一般的状况 这个时候你会用 generally 一般底 或是overall 整体来说 还有一个选择是 by and large 也就是一般来说 也可以用 in general 还是一般来说的意思 on the whole 则是叫整体而言 all in all 一样 指的是整体来说 as usual 是一如往常 as a rule 按照惯例 in most cases 指的是 在大多数的状况之下 我们来读读看 下方的例句第一个 by and large the hottest time of year in Taiwan is between June and August 大致上 一年中 台湾最热的时候 是六月到八月之间 这里的by and large 就是一般来说 最好一组是其他 也就是前面 没有办法归类的片语 或者是单字 包括了similarly 类似的 likewise 相同的 after all 毕竟 anyway 无论如何 in a sense 某种程度来说 就某方面来说 还有就是to some extent 意思就是 某种程度来说 跟前面是一样的 还有at any rate 无论如何 这些啊 用法都不太一样哦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吧 to some extent Jerom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ar accident 就某种程度来说啊 Jerome 要为车祸来负责 那么我们来看看 下方的练习题吧 下方的练习题啊 是一篇文章 每个只能用 一个连接词 我们来想想看 这六个的格子 要选哪一个答案哦 文章开头说啊 One day chicken little was sleeping under a tree when a falling acorn hit her on the head and woke her up 有一天呢 chicken little 在树下睡觉的时候 突然有一颗像石 打到他的头 然后呢 把他给吵醒了 chicken little wasn't sure what had happened at first chicken little 一开始呢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空格后面说 she immediately collected her thoughts and came to a conclusion 他立刻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然后做了一个结论 你会发现第一个格子 前面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很快的就做出反应 所以前后是有落差的 我们要选的是 e however这个答案 后面说啊 she figured that the sky was falling and she should warn everyone about it especially the king 第二个空格呢 后面则是 something tragic might happen 他认为天空要掉下来了 而且啊 他应该要警告大家这件事情 尤其是国王 否则悲剧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前面讲到的是条件 后面讲到的是结果 我们要选的是否则这个答案 请你选的是d otherwise 第二段的文章说 chicken little set off on her journey to the king's palace on the way she methenny penny who asked chicken little why she was in such a hurry chicken little told her that the sky was falling chicken little就出发 她准备要到国王的宫殿去 途中遇到了henny penny 她问chicken little 为什么这么匆匆忙忙呢 chicken little就告诉她说 天空要掉下来了 第三个空格 后面的文章接到 she told her that she had to hurry to the palace before it was too late 她告诉她 她必须赶快赶到皇宫去 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 第三个格子要选什么呢 动脑想一想哦 前面先告诉她 第一件事情 是天空掉下来了 后面又告诉她 她要赶快到 这个皇宫去 前面讲了一件事情 附带 后面再说另外一件事情 这边我们要用的是 furthermore 第三个格子 请你选的是答案A 下面说 henny penny thought chicken little was doing the right thing so she decided to join her henny penny觉得说 chicken little正在做 对的事情 因此 决定要加入她 after walking for a while they met cocky locky he didn't believe chicken little in the beginning but kongge became convinced and also joined them 在他们走了一阵子之后 就碰到了cocky locky 他一开始并不相信她 但是后来就相信了 也加入了他们 第四个格子很显然的是 要选后来 所以呢 答案要请你选的是 see eventually 后面说 next they met ducky lucky who didn't believe a single word they said she thought they were playing a trick check on her but she joined their journey anye 接下来呢 他们就遇到了 ducky lucky 他完完全全不相信 他们所说的话 他以为他们在对他 恶作剧 但是还是加入了 到了文章的第三段说啊 just as they were about to walk past the forest they met foxy loxy who hadn't eaten anything for days 结果他们 走过森林的时候啊 就遇到了foxy loxy 他好多天 没有吃东西了 第五个后面说 he was extremely hungry when he came across chicken little and her friends 当他碰到chicken little 跟他们朋友的时候啊 他非常饥饿 那第五个要选什么呢 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当然就是表示肚子很饿 所以呢 要选的是 换颜知 或者是因果关系的字 也可以哦 所以第五个答案 要请你选的是 f in other words 下面说 after hearing the story foxy loxy said why don't you go through the forest 然后第六个空格 后面接出来的是 I know a quicker way to the palace 听了他们的说法之后 这只狐狸就讲了 你们为什么 不先经过森林呢 我知道有一条 更快的道路 第六个格子 要填什么呢 只剩下一个可以选了 所以呢 我们要选的是 为什么 不反过来走 另外一条 穿过森林的道路呢 所以答案呢 要请你选的是 b选项 instead 接下来的文章说 the group decided that it was the best to follow foxy loxy as a result the news never got to the king and chicken little and her friends were never seen again it didn't matter though it turned out that the sky wasn't falling after all 这群人呢 觉得跟着狐狸 是最好的 结果消息 永远都没有 传到国王那边去 而chicken little 跟他的朋友们 就再也没有 被看见了 不过这也没有 关系哦 因为呢 天空根本 没有要掉下来 以上呢 是一个有趣的 预言故事 角色也都是 擬人画的动物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些人 已经猜到 这个预言故事 隐藏的结局 就是呢 这个傻傻的小鸡 母鸡 公鸡 还有鸭子 最后都被 这个狐狸给吃了 所以没有 再被别人 看见了 寓意大概就是 不要傻傻的 跟着陌生走 那就学英文而言呢 读英文故事的时候 可以多多注意 里面的转折词 它们是相当重要的 看看别人怎么用 我们才可以学着用 以上呢 是我们全部的 杂志内容 I'm Elsie 我们下次见咯 Bye